第一千七百九十七集 可是 可是你一个人去会不会有危险呢 要不 要不我找几个人跟你一起过去 副导演不放心地说 没事 我自己去就行了 叶浩玄看了副导演一眼 这家伙还挺讲义气的 按照对方给出的地址 叶浩玄赶到了那里 这里是另外一个国际性的酒店 逼格同样不错 叶浩玄刚刚到酒店的下面 他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那个男人命令道 在那里等一下 一会儿有人过来接你 对方的废话不多 他说完了之后 马上便挂断了电话 一句多疑的话 也不对叶浩玄说 叶浩玄收起了手机 他就站在当场 等着那家伙给他指挥呢 片刻以后 两个身材高大的黑人走了过来 他们两个把叶浩玄 给上上下下地摸了个遍 在确定叶浩玄没有武器之后 两人这才肯放叶浩玄上去 赶等走到了楼层之后 叶浩玄的意识 自下地散去 他已经锁定了1001房间 从那个房间里面 他感受到了宁巧的气息 叶浩玄确定了位置以后 他咧嘴笑了一下 然后便向那里赶了过去 站住 两名黑人感觉到自己的权威 受到了挑衅 他们同时向叶浩玄伸出了手 叶浩玄头也不回 右手向后一甩 扑通扑通两声 那两个家伙 几乎是同时倒在了地上 叶浩玄胆了胆身上的灰尘 然后静止向那个房间走过去 宁巧的确是在那个房间里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 宁巧坐在沙发上 他身后有两个身形极其高大的黑人看着 如果不经过允许 他连站都站不起来 打了电话了 姓烟那小子很快就会过来 男人掐灭了手中的雪茄 然后坐到了宁巧的对面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到底想干什么 宁巧怒道 他在酒店 被人莫名其妙地带到了这里来 而且这家伙还是一副 吊儿郎当的样子 这让他十分地不舒服 但是无奈 对方有两个人高马大的黑人 他这小身本 怎么可能反抗呢 所以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在这里待着 哈哈哈哈 别紧张嘛 大家都是同一个祖宗 男人笑呵呵地坐了下来 他看着宁巧说 我 宝岛人 你是内地人 虽然现在立场不太一样 但是大家毕竟都是同一个祖宗不是 你叫什么 你抓我到这里来干什么 宁巧皱着眉 邓子言 哈哈哈哈 你应该听说过吧 宝岛的邓家 虽然我们之前没有什么交集 但是你应该听说过 当然听说过 你父亲是宝岛娱乐圈的大佬 但是我跟你们邓家没有一点关系 我之前都不认识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宁巧愤怒地问道 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 最近 我们邓家的内部出了点问题 所以现在缺钱 要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重操旧业地来砍人手脚了 哈哈哈哈 邓子言 呵呵地笑道 你要钱是吧 你要多少钱 我给你 宁巧有些赌气地说 哈哈哈哈 不用 已经有人给过我钱了 那人现在想让你死 或者说 他想让你断手断脚 他已经付了钱了 所以说没办法 只好得罪了 我告诉你 你敢动我一个手指头试试 宁巧大怒 既然说是宝岛的 他就明白了 那肯定是鱼还搞的鬼 那家伙还真的是阴魂不散 他还是不肯放过自己 呦 生气了 你那明星 哎呦 说真的 你生气的样子真好看 哈哈哈哈 邓子言笑了 他右手一伸 跳在宁巧的下巴上 他带着一丝惋惜的神色说 哎呦 这么漂亮的一个美女 这可是无数男人心中的女神呢 你最好把你的手给拿开 宁巧冷冷地说 邓子言 我跟你们邓家没有任何的恩怨过节 我也不想和你们有什么冲突 但是你也要清楚 我在娱乐圈里面的地位 我不是那种任由你们软捏的世子 所以你想动我 最好要看清楚后果 不然的话你后悔都来不及 哈哈哈哈 我后悔都来不及 邓子言哈哈大笑 他像是听到了这个世界上 最好笑的笑话一般 宁巧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这里吹牛逼 说大话 你怕是不知道我们 宝岛邓家是怎么发家的吧 我当然知道 无非是靠黑发家的嘛 现在你的父亲 是宝岛娱乐圈的大佬 整个宝岛的娱乐圈 都要听他的 但你要清楚 那里只是宝岛 不是我们内地 宁巧冷冷地说 是的 那里不是你们的内地 但是我们想要一个人死的话 也很简单 哈哈哈哈 不过你放心啊 我是不会那么轻易地让你死的 邓子言冷笑道 现在有一个机会摆在你的眼前 那就看你自己珍惜 不珍惜了 哼 机会 宁巧笑了 我不要你们给我机会 有本事的 你就杀了我啊 我倒要看看 你老子怎么收场 宁巧之所以这么有恃无恐 那是因为他相信 叶好轩一定会来找他的 他对叶好轩有着足够的信任 再说了 宝岛的邓家 那可是他们当地的地头蛇呀 但是拿到内地来说 他们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所以他相信这家伙只是 想对他进行敲诈 勒索 如果说他真的要动自己 他不敢 行吧 不愧是无数男人梦想中的女神 就连说话也这么引起 邓子言向宁巧伸出了大拇指 他宁笑道 如果就让你这么死了 我也有些可惜 这样吧宁巧 你交出你公司的股份 我就放了你 你看这样如何呀 于海让你来的 宁巧笑了 没错 是他委托我来的 之前你把他踢出局 这个做法是违规的 所以他心里咽不下这口气 他就托我过来跟你谈谈 不过我们谈的似乎不是太顺利呀 你可以告诉于海 让他大可以死了这条心了 宁巧冷冷地说 另外 你带我问候他一下 他的伤是不是好了 在地度的事情他忘记了 有些人真是好了伤疤就忘了痛啊 你跟他之间有什么过节我管不着 不过既然他委托我来了 那么我就一定要把事情给办成 不然的话我们邓家的颜面何在呀 我不同意 多行不义必自毙 邓子言 我跟你们邓家没有恩怨 有也是我和岳海之间的事情 我奉劝你不要插手 不然的话 我身后有些人 你得罪不起 你身后的那人 不就是姓业的那小子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他的底线 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医生罢了 就算是再厉害 他又能厉害到什么地步 倒是你 得好好地想想 你自己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咯 没错 我就是一个小医生 怎么了 你不相信医生吗 随着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叶浩轩已经出现在门口 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从外面打开了 而叶浩轩的到来没有惊动任何人 也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 他就好像是凭空出现在这里一般 谁 邓子言和了一声 那两名站在宁巧身后的黑人 迅速地拔起了手中的手枪 同时有人启动了紧急的预警 一大群的黑人呼啦啦地从外面冲了进来 邓子言知道这个地方比起滑下来 那要混乱得多 所以说他们来的时候就找了好多的雇佣兵过来 这些黑人有当地的一些打手 也有来自战区乱区 靠战乱发财的雇佣兵 总之这一群人高马大的黑人往这里移站 还挺像模像样的 至少让人看起来有些视觉上的冲突 让人觉得呀 这群人不简单 刚才是你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的 现在你又问我是谁 叶好轩笑呵呵地说 呵呵呵 你的记性真的是不好啊 贵人多忘事啊 哦 你就是那个姓叶的小子 邓子言瞬间明白了过来 他收起了手枪挥了挥手 门里面的一群保镖都退了下去 没错 是我 你叫我来这里干什么 叶好轩我 宁巧情急之下 叫出了叶好轩的真名 没事 放心吧 这里有我在呢 叶好轩冲着宁巧微微地一笑 他示意宁巧 不要担心 虽然对方看起来那是一副 人多势重的样子 但是说真的呀 跟这些普通人打 叶好轩有种在欺负他们的感觉 因为他们的实力跟叶好轩 那差的是太远了 可以毫不吹牛地说 叶好轩抬抬手指 就能让这些人哭爹喊娘的 有叶好轩在 宁巧的一颗心总算是放了下来 他不再说话 他相信只要有叶好轩在场 这些事情处理起来呢 都不算是事情 挺一般的嘛 邓子言瞥了一眼门外 只见他的人把那两名黑人 给拖了下去 那两名黑人本来是押叶好轩过来的 可是这半道上被叶好轩给放翻了 我不知道鱼还在内地时间久了 性格怂了还是怎么的 我是感觉他越来越倒退了 连你这么一个小医生都干不过 他在内地是吃翔过日子的吗 邓子言围着叶好轩看了一圈 他对叶好轩的评价就是 一般他不明白 在宝岛也是有些声明的鱼海 为什么会被叶好轩给吓得屁滚尿流的 你说的没错 他在内地就是吃翔过日子的 不仅是他 就连你也一样 你如果到我们那里 我保证你也吃翔 那我就先让你成口舌之快 等会儿等你见识到我的手段之后 你绝对不敢再这么说了 邓子言对于叶好轩的恶言相加 显得毫不在意 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 跟一个将死之人斤斤计较的 鱼海委托他来的 一是从宁巧的手里 抢过那些股份 二是把这个姓叶的给弄死 说吧 你想干什么 叶好轩坐了下来 他拿起了桌子上的雪茄 给自己点了一根 然后吞云吐雾的看着邓子言 嘿小子 挺他妈自来熟的呀 你他妈得罪了什么人 你不知道吗 邓子言笑了 不知道啊 我得罪过的人太多了 我都记不清楚了 不过鱼海是我前几天得罪的 我把他揍了一顿 然后提出了公司 那家伙的从包样我还是记得的 你记得就好 你知道鱼海是谁吗你 邓子言得意洋洋的说 当然知道 宝岛鱼家的人嘛 这在宝岛也算是一方人物了 可惜啊 那里是内地 他在老家混得再好 在内地也得当孙子 把他的尾巴给夹起来做人 行 你说话的时候挺大言不惨的 邓子言盯着叶好轩 现在鱼海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花重金让我来断你的四肢 要你的命 你怎么看呢 你要是非要过来送死 那我也没有办法 叶好轩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不过你们文山社 也算是大集团了 你老子邓文山 也是一方有头有脸的人 我总以为他是做大生意的 但是没有想到啊 他连这么点小生意要结 这真的让我有些意外 有些失望啊